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经历风雨 长不成大树 不受百炼 难以成高 迎着困难前进 这也是我们革命青年成长的必经之路 有理想 有出息的青年人 必定是乐于吃苦的人 大家好 我是青年演员王鹤蒂 刚刚我为大家读的是雷锋日记选段 第一次听到雷锋这个名字是在小时候的课文里 他平凡伟大的一生 让我们为之动容 作为一名青年演员 我的首要任务是演好戏 为观众带来更多好作品 对待每一个角色 以钉子精神的挤劲和钻劲去扎根 钻研 对工作怀有敬畏之心 并持之以合 对待每个角色 都会给予的 同时说我们对她的课文 作词 钻研 先去找一个课文 我们算计划了一个课文 我们算计划了一些课文 词 钻研 也计划了一课文 我们算计划了一课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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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生气 莫生气 人生就像一场戏 因为有缘才相聚 相扶到老不容易 是否更该去珍惜 为了小事发脾气 回头想想又何必 别人生气我不气 气出病来无人替 我若气死谁如意 况且伤神又费力 邻居亲朋不要比 儿孙所事由他去 吃苦享乐在一起 神仙羡慕好伴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